Hello 大家好 我是风云 从国家工信部获取到了上汽斯科达科米克GT车型的生报图 外观来看 行车延续了科米克车型的司机 但其头灯组更为修长 LED日进行的灯风雾灯整合进灯组类 左往进一步增大 下方进几口占比面积也进一步增大 车位尾灯组与头灯呼应 反光条移动至后保险杠处并贯穿整个车位 下部还有着黑色的防插条 车身尺寸方面 新车的成员高配品为4409、1781、1606毫米 周距为2610毫米 配置方面 新车提供不同造型的中网天窗 不同造型轮圈供选装 动力方面 新车搭载1.50和1.2提发动机 前车最大功率为116马力 最大扭矩145牛米 后车最大功率为116马力 最大扭矩为175牛米 对该色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 东部风光560申报信息即日泄露了出来 从外观来看 新车采用了倒梯型进气格杀 但设计相比线管设计更加扁平 两侧前大灯主并未调整 下方屋灯区同样进行了调整 看起来更加具有棱角 侧外部分则是与线款S560保持了一致 扁平化的尾灯设计中间被一根多个四条连接 制造出贯穿式样的即时感 配置方面 新车将根据版本的差异 在日间行车灯 天窗 红色卡前 全景泊车 新车记录仪 鲨鱼齐天线 红色镜等处有所不同 重力方面 新车依旧搭载1.5T无论质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150马力 更满足国六排放标准 新车应该很快就会发布 喜欢这车的可以关注一下 有媒体包含了一组捷豹FPS赛奇版的国内谍照 据悉 该版本车型是为了经典经典的捷豹XK120跑车 诞生70周年而推出的 此前已经在海外是早开售了 而从图片来看 赛奇版持续在外观上比无明显的改变 只是在一日版后端以及银拼插板处加入了专属的方格起标时 配置方面将有所升级 新车搭载Meridian音响系统 Touch Pro导航以及实相电动调节座椅等配备 动力方面有望搭载2.0T和3.0T发动机 发动系统 匹配巴素 手机体变速箱 新车很有望进入国内市场 期待一下吧 外面获得了全新一大欧哥TLX的露式叠照 可以看到车身还大面积的覆盖有伪装 细节设计很难辨别 但对比现款车型设计来看 前包围样式明显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 因此该录制车为全新一代欧哥TLX 从整体的车身比例上来看 新车与Type S概念车相同 轮廓采用了6倍式设计 同样具有较长的发动机舱盖和较短的后备箱盖设计 类似方面 中共台顶部采用了全富士的液晶显示屏 应该会采用TLX的Intellifed人机交互系统 动力信息尚未曝光 踩射以往搭载全新的V6无能增压发动机 驱动形式为四驱 并支持全轮扭矩时量分配 预计在年底或2020年初两项 喜欢的不要错过了哦 上期通用50红光Plus测情的声报信息报告了出来 从声报图可以看到 50红光Plus的整体设计 完全颠覆了50红光一直给人的廉价感 新车车身整体交易方正 同时比较注重细节处的设计 宽阔厚重的侧头配合较多的直线条 看起来比较硬朗规矩 车能侧面运用了较多的立体线条 使侧面造型看起来不那么单调 尾部的设计就更具有科幻色彩了 线条而不简单 第一张声报图中的低配侧性 配备的是钢制轮圈 纯黑色的前格杀 黑塑料裸色门把手 外红视镜等 在此技术上 中配侧性增加了前五灯 前格杀多个视条 侧门同色门把手 外红视镜以及倒车雷达影像 并且换装了铝合金轮圈 而高倍侧性进一步配备了 带透镜的黑底大灯 厚雨刷 黑色窗框等 尺寸方面 新载的财红高分配为 4720 1840 1810毫米 轴距为2800毫米 这类座椅布局方面 五灵红光plus提供 2加2加347座和2加3加348座 两种选择 动力系统方面 搭载了一代型号为LGO的 1.5T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147马力 并满足国六排放标准 转动系统方面 预计其将继续匹配手动变速箱 您会考虑改成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点击订阅关注微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